好 昨天的呛马大游行 本来是要呛要来台湾的陈云林 谁晓得陈云林要晚来了 那么昨天游行完了之后 蔡英文就讲说11月3号再见 因为11月3号陈云林要来 不过在陈云林来之前 特征组争办这个扁家洗钱案 是不是赶快要再有下一个进度了 因为陈水扁就一直讲说 现在要把他抓起来 这是换陈云林来的条件 如果是在11月3号之后 那个礼拜他来的时候 真的来就这个 贞讯陈水扁什么不是刚好正宗下怀 那阿比亚他就会讲说 你看就是照我讲的这个样子 所以从现在到11月3号 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礼拜最新的进度 恐怕就会要传唤陈水扁家的第二代 比如说陈志忠 黄瑞敬 甚至也有可能再来就讯吴淑珍 伴丙加洗钱案进入收网阶段 特征组核实要三度就讯被告吴淑珍 陈水扁这个月18号已经先预告 自己会被先抓起来 丹粉林要来台湾 所以他们就要先请到 他们觉得最大的一张照片就是 阿扁 所以丹粉林共产党 他也要求国民党马英九 他要来就可以 但是一定要先向阿扁 抓起来让他看不到 那这样的一张必来 陈云林要来 你们就是故意要约谈给他看 我们已经要进行跟这个毫无关系 扣除陈云林预计11月3号来台 可能停留一周的这段时间 如果之后再就讯吴淑珍 恐怕拖延侦办精度 因此最可能的时间点落在10月27号 到11月3号之间就讯吴淑珍 甚至再度约谈陈水扁 陈志忠以及黄瑞敬 而目前特征组掌握的六部分的案情 都指向吴淑珍多数涉案人也都共称 许多市都是奉吴淑珍指示 包括了中信集团关系企业 日通重贯公司的5000万资金 流入了吴淑珍的人头户 以及吴淑珍的哥哥吴锦茂 共称多次到官邸颁现金 帮贬价汇出了7000多万元 以及转任污点证人的郭泉庆 指称南港展览馆工程弊案 新会贬价9000多万 而且宇正县也共称 奉吴淑珍之命泄露了评委名单 孙生池坦诚借深恒昌公司负责人 江松熙等账户替吴淑珍汇款5000万 而陈正会也坦诚 奉吴淑珍指示将部分的国务接要费 汇到海外便加人头户 检方最快近日内要再度传讯 陈水扁夫妇及陈志忠夫妇 说明案且印 中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